大家好,你大麦哥哥来了,今天是2023年7月11日 今天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本周末在温哥华举行的这场职业赛 著名的古典冠军克里斯他姐姐和他丈夫 他我们知道都来自加拿大 而本次比赛男子传统级别 我们看到了两名熟悉的面孔 首先第一名就是埃及大将莫斯达法 另一名就是肖雷登的小兄弟 两个人在不久前的奥兰多职业赛相遇 但是莫斯达法命运比较悲催 本来应该取得第一 但是因为运动员号靠后 他只取得第二 裁判绑来判决出 11号莫斯达法和5号亚美加坦克 两个人成绩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选出一刻谁号前谁取得冠军 排除这个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说 莫斯达法也是奥兰多的冠军 本次温哥华左二和右二再次相遇 相信莫斯达法取得冠军应该是200% 什么事都是不过三 第三次如果你再不给莫斯达法 那有点说不过去 小伙子很内敛 话不多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而肖雷登的好兄弟呢 我相信在这次比赛 应该也不会出局前三 最好的情况呢 他取得亚军 整个肌肉从尺寸和素质上 和罗斯达法差的是一个级别 而在男子古典 我看到了一名重帮大将 也就是我们的大赛帮 约翰先生 约翰土生土长的加拿大越南英 小伙子古典风味非常强 2022年在温哥华职业赛 取得了亚军 同时在芝加哥破去年 还取得了第三名成绩斐然 我相信呢 如果没有特别的突出的选手 他也就是我们的约翰先生 将会取得冠军 亚洲运动员 特别是华人参加这个健美比赛 在温哥华是气氛特别好 当地粉丝呢 是非常多 北美的朋友呢 基本一听消息呢 都会驱车赶到加拿大去支持 目前我们看到的照片是去年约翰 在温哥华职业赛取得亚军时候的现场展示 整体看呢 从造型尺寸 还有肌肉细节来说呢 condition也都不错 相信今年应该就是他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男子健体级别 我看到了一名熟悉的大将 他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台湾小伙子 小刘 小刘这次我觉得是稳扎稳打 有备而来 参赛呢 也是按顺序进行 先参加的是RB Pro 台湾Pro的比赛 接下来呢 一两个星期之后 参加温哥华职业 中间的状态调整 时间留得非常的充分 加上小刘造型呢 我也觉得特别的欢喜 虽然呢 整体感觉没有台湾另一个小伙子 蔡明杰 也是奥赛选手 在整体感觉上那样煞 但是我相信 他是裁判喜欢的一种肌肉类型 争取咱们这次进入Top5 另一场非常重磅的比赛 就是Linda Murray亚特兰大职业Pro 对亚特兰大我印象很深 在疫情之前 我记得著名的动作影星 Rock和她媳妇准备在亚特兰大 搞一场类似于奥赛的健美生活 最后这个事呢 可以说是不了了之 在男子212级别 我看到了一名 我特别喜欢的212选手 他的名字也叫约翰 他长得有点像谁呢 长得有点像 苹果科幻新片里的一个男配角 人谈举止我也特别喜欢 讲话是干净利落 没有废话 而且呢 一套一套 我们一看他最近的肌肉展示呢 就知道是谁了 原来啊 就是他 小伙子在赛场上 有自己独特的气场 这不是一般运动员所有 由于气场强大 在现场呢 裁判也是对他另眼相看 最重要的还是肌肉展示 在肌肉方面 我觉得他这次亚特兰大职业Pro 取得冠军 问题不是很大 由于他的名字呢 约翰J字大头 他搞了一个健美教学的一个品牌 叫什么呀 叫J3大学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静态展示 静态展示也非常不错啊 细节非常明显 整个斜方肌啊 还有这个三角肌的连接处的造型 我特别喜欢 脖子也比较长 比例也特别好啊 这个长得确实有点像这个男配角 而在本次比赛的古典剑体级别啊 我看到了一名熟悉的名字 他的名字非常好认 他就是我们的范云龙 范云龙之前打传统 这次他打古典 另一名我们值得关注的对象 他的名字叫马修 马修啊 一会看到照片 大家就知道是谁了 他和台湾小伙的王翔 也是新的IRBBPro 他有90%脸颊的相似 而云龙职业联盟的参赛照片 最早只能找到2019年的窄分Pro 当时云龙的头发还是很猫很茂密 当时2019年在厂上的肌肉的这种 饱满度和硬度和丰满度 感觉还不太够 显得有些肌肉有点软 综合起来看呢 也是要哪是有哪 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呢 这次范云龙呢 准备是打古典级别试一下 当然了这几年的古典级别 也有了越来越大的趋势 从尺寸上去 考虑到这点 目前的范云龙呢 他的状态和肌肉的维度 我觉得有可能古典还真的比较合适 而在本次赛场 他将会遇到另一名古典大将 他就名字叫马修 大家看右边的照片 那就是他 小伙子参加过2023年纽约职业Pro 当时取得了古典剑体第六名 2022年参加的比赛也比较多 亚特兰塔Pro 他男子剑体级别诶 他取得第六名 所以说2022年他是男子剑体 今年刚转到古典 还属于什么呀 还属于古典新秀 纽约职业Pro成绩还不错 进入了top6 在现场情况看 表现确实还比较优异 特别是腿部 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马修的面颊和新进的台湾职业Pro 王翔 有90%的相似度 这不然还剩三天 马修又展示出自己最强的肌肉状态 小伙子身高高 股价大 而且肌肉的尺寸也不小 腿部可以说也是超强 我记得没错 他应该也是大教练Patrick的弟子 古典级别竞争会非常激烈 在男子健体级别 我看到了熟悉的名字 他就是小吉尔米布丁 还有一名来自墨西哥 当年2018年的墨西哥健体第一人 我记得当时的墨西哥这哥们 参加温哥华职业Pro 当时裤衩是非常长 超过整个自己的膝盖 吉尔米这次能不能取得冠军呢 我觉得啊状态好 应该冠军就是他 再回看自己名单 我发现这次比赛男子健体有一个特点 没有一名加拿大本地选手 就是西班牙有两个 加勒比海两个 剩下全是美国选手 从目前的参赛阵容来说呢 可以预测 没有什么耳熟能详的大将 除了吉尔米布丁 毕竟吉尔米布丁在刚刚结束的 德克萨斯职业Port呢 他取得了一个亚军 所以就是趁热要打铁 灵重力战队教练马上说 你赶快去温哥华参加职业赛 那灵重力教练那瑞安不是开玩笑的 那边啊我都熟你说这俩人啊 是不是吉尔米这油上的不亮啊 还真他是有点糊呢 你看俩人离得那么近 光线应该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吉尔米就差那么多呢 正好刚说到德克萨斯 刚结束的职业Port 在里面有一位选手 我们还没有说到 他呢不是叫戴烈林 他的名字中文叫林长庆 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 在场上的精彩表现 整个造型也是非常挺拔 整个胸肌的面积非常大 下颜外颜都挺丰满 腹部呢我感觉腹肌呢 并不是说很明显 三脚三头和二头呢 我觉得手臂肌肉 还是挺让人惊艳 背部呢斜方肌两大肃 这也出来了 其实还可以哈 也有可能角度的问题 正面的背部呢 显得并不是很突出 加油林长庆 让我们看一下 几位知名选手的备赛情况 严守明的状态 可以说越来越好了 离比赛的日期呢 也越来越近 状态慢慢的就出来了 而陈康呢也亮出了最新的状态 9月份的参加迪拜的职业Port 都已经非常惊艳了 你想想在台上的时候 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咱这不是无脑吹 都是有根有据 根据运动员的状态 进行的这么一个啊 这个加油的过程 你想想作为一个运动员 特别是健美比赛 在背赛整个一个过程 他也是一个比赛的过程 整个这个过程时间非常长 你说说他希望不希望的粉丝 为他加油 是不是 越为他加油啊 越鼓励他 他的这个状态训练 越积极 越努力 他状态越好 所以说你大麦科这个节目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是有内涵的 他对运动员的心理活动 他也非常关注啊 你明白我意思吗 不是说给你说 谁好谁不好 吸引眼球 顺便给你卖点蛋白粉 不是那种节目 你还不明白 还没看明白是咋的呀 大师赛 大师赛 前几城准备的是非常的充分 那么单绣康呢 这场大师赛呢 也接受了邀请参加 这个大师赛 有机会 有条件参加 一定是要参加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 怎么说的 这是一个荣誉 你明白我意思吗 这种比赛 谁不参加 谁傻 我跟你说 这种大师赛的名字 写的是奥林匹亚大师赛 不管名字怎么样 你去了那你身份 那你身份就是奥林匹亚大师 上台上展示了 这就是一种认可 所以说很大可能 虽然的名单上没有金骏浩 我估计他很大可能会参加 今天节目咱们看了吧 古德诺夫激动啊 是不是巴西进行嘉宾表演 他太激动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从台上跳起来之后 就觉得不对劲 马上又弹跳起来 为什么 他疼啊 你看这台子有多高吗 你再看他这个体重 那对于膝盖这种啪一下这种压力 是有多大呀 突然间的 我估计跳起来一下非常疼 他突然又跳起来了 掩盖这个疼 你看看看看 腿有点不对劲了 他左腿膝盖受伤了 这一嘚瑟 嘚瑟到CTG里去了 这还有几个星期 他要参加那Europa那场比赛呀 准备要登上奥赛呢 这左腿膝盖一不行 你怎么训练一下左腿 那马上左右腿就不平衡了 在台上 万一是如果在膝盖的部分 发现血栓了 发现血栓了 那就跟小阿诺似的 你这腿就不能动了 血栓如果你动的话 到肺里不就肺栓塞了吗 所以说是有句古话吗 什么呀 就别看你今天 哎 跳得欢 后半句我还真给忘了 啥 小心是大腿不能弯 节目最后是女性专场 这一次的女性专场 是职业运动员 谁呀 Wellness级别 巴西的著名大将 马涛 马涛呢 他来到了NPC总部 进行了拍摄活动 现场的气氛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 著名的职业联盟家族出来的摄影师 可以说进行了紧张的拍摄工作 Wellness级别主要看什么 大家看好了吗 对吧 就是这两点 一个是腿 一个是腿 马涛是真棒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让你分享 关注和点赞怎么着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